电视墙板整块崩了 墙身只有两个螺丝顶住 还扎重猫猫令它死于非命 昨日一名猫主在社交平台发强文 讲述它为爱猫颜布打造的舒适按乐窝 竟然成为它的装身之所 事源怀疑是装修公司安装电视场的时候 没有稳妥安装出事 猫主还说装修公司不单止没有正式道歉 还派一个没见过的装修师傅 联络商讨赔偿两万了事 我会很痛心 当然很沉重,很难过 追究一定会的,要先问责 如果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 就自己要小心点 装修公司好不好 也没有一个机制去平定它是怎样 做了安全的防护仙 应该会是 就不是说要随便就下班就走了 因为我自己也有样猫 我不会装修到我家 其实是令到我宠物和我家人的怀疑 很多网民都看不过眼 叫东张帮手报导 说心痛死猫猫 又说装修公司斗负责工程 还有人说不单止是师傅的错 公司也要负责任 发生了这件痛心的事之后 大批网民去到装修公司的专业留言闹爆 其后是今早早凌晨装修公司也出片道歉 我们开业这么多年以来 并没有发生过家私讨下事故 当时我们即时已经派出我们工程同事 工程经理去到单位作出了解和跟进 而客户一方声称是 不过猫主和网友最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会出事 装修公司是这样回应的 我想可以将这个单位里面作出修复 令到他可以在生活上减低不平之余 希望早点可以释出这个释怀 单位的安全和家具的安全 我们是放守卫 就此次事件 我再次向客户及涉事的人士作出自协